广州的欧伯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 这几年来他是因为举报公车私用 监督政府部门事事等等行为成为了名人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遭人报复之后留下的心酸泪 昨天在镜头前欧伯又哭了 而这次哭的原因让有些人觉得挺难以理解 欧伯说前天晚上九点多 一位朋友慌慌张张的来到他家 还带着一包东西 里面有一瓶酒还有一个信封 朋友解释说刚刚被广州海珠区江海派出所的一位彭警官叫去了警务室 在警务室里两个疑似海关工作人员的人给他塞了一个包就走了 而给出的要求只有一个 欧伯想起来在2月19号发了一条微博 内容是有广州海关领导在半岛游艇会酒店公车私用 对有些人来说有人相求还送东西 高抬贵手还落个人情多好啊 但是欧伯可不是一般人啊 我好气愤 我坚持路公车私用这么多年 为什么就是一个车人子 一个车人的腐败 都遇到这么多的阻力 委屈气愤的落泪之后 欧伯立刻报了警 欧伯说这次来了好几个警察 当着欧伯的面打开了信封 你看啊典型的错上加错 最后的结果那只能是加重处罚了 今天呢广州海关集资局表示呢 对涉事人员已经做出了停职接受调查的决定 有人说欧伯是小提大作一辆车嘛 是愚钝不失实物 愚公愚山的这愚公啊还是愚钝的 但是他了人家可移了山了 我们呢包括我在内啊 有时候我们都是太失实物了 所以说在欧伯身上 让我们又见到了愚公愚山的执着 这是好事 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 子归夜半游体血 不幸东风换不回啊 假如欧伯这样的人能够更多一些 每个人对于这些不公平的事啊 都多一点较真 我觉得社会风气啊 可能很快就会有转变了呀 是